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每日頭條 我是薛然 今天是美東時間7月24號 星期一 在正式開始今天的節目之前 請您先幫助我們點個讚 使我們的視頻能夠被推廣出去 讓更多人看見 感謝您的支持 這期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瓦格納重返非洲 專家表示將威脅到中共的利益 中共發改委承認民間投資壓力大 朱九族 港警帶走袁弓夷的子女和家人 來看詳細內容 近日 瓦格納首領普利戈金在一段影片中說 瓦格納組織將留在白俄羅斯訓練當地的軍隊 不會再重返烏克蘭戰場 並暗示未來或將重返非洲 評論認為 這樣做除了 將危及中共的一帶一路倡議 以及中共在那裡的利益之外 更將導致中俄關係出現裂痕 另外 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 在與普京會面時則指出 瓦格納意圖揮軍波蘭 BBC曾報導 普利戈金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說 瓦格納在非洲的事物不會減少 承諾將在簽約之後 繼續打擊幫派和恐怖分子 大紀元在24日評論表示 中共對非洲的直接投資一直在增長 從2003年的7500萬美元 增加到了2021年的50億美元 而瓦格納重返非洲 也意味著中共將失去在非洲利益的安全環境 在那些地方與瓦格納軍隊的任何衝突 都沒有勝算 而瓦格納在馬里和中非等國家是如魚得水 不少地方政權都需要仰賴他們提供的安全保護 而中共如果要獲得瓦格納的武裝服務 一定程度需要看是否能夠擺平中俄 以及瓦格納之間一系列複雜關係而定 並且等和瓦格納直接談判 普利戈金的兵變實際上已經斷絕了 他們與中國公司未來任何潛在的合作機會 除此之外 新聞週刊報導表示 23日 盧卡申科在與普京會面時說 瓦格納要求轉移防衛到白俄羅斯的西部 盧卡申科問為什麼 得到的回答是 想去波蘭首都華沙和波蘭軍事重鎮熱舒服走走 美國前駐波蘭大使大西洋理事會 歐洲中心的傑出研究員弗里德表示 由於波蘭軍隊的實力和美國在這個地區的駐軍 瓦格納沒有機會成功的襲擊波蘭 對波蘭的攻擊將引起北約軍事聯盟的回應 因為北約條約第五條規定 對一個北約成員國的攻擊 應該被視為是對所有北約成員國的攻擊 在當天 普京和盧卡申科還參觀了 俄羅斯多家湖中的瓦拉姆修道院 網友說 這兩個人是拜神保平安呢 也有網友貼出圖片寫道 與此同時 俄軍卻襲擊了 奧德薩當地最大的東正教教堂 導致教堂嚴重受損 而奧德薩連日遭到了俄軍的砲襲 在23日 烏克蘭南部司令部在臉書上發布消息表示 俄軍當天凌晨用了至少五種不同類型的導彈打擊奧德薩 自俄國宣布退出黑海股物協議後 俄軍明顯加大了對這個港口城市的攻擊力度 中共軍事專欄舒密院10日認為 這充分說明了這個港口對全世界糧食供應的重要性 奧德薩地區是烏克蘭小麥的主要生產地之一 而奧德薩不在入俄公投的烏克蘭東部四個地區之內 俄羅斯擔心俄乌戰爭戰線的擴展 澤連斯基在23日誓言 將對上週末俄軍的襲擊造成兩人死亡 和一座大教堂被毀進行報復 未來幾週 奧德薩的命運 或將決定俄乌戰爭的關鍵走向 24日 俄羅斯國防部在Telegram頻道表示 兩架烏克蘭的無人機擊中了莫斯科的市中心位置 引發大火 距離俄羅斯國防大廈只有500公尺 在當天 烏克蘭方面宣布對這起襲擊事件負責 法新社表示 這次襲擊也表明了俄羅斯首都的脆弱性 23日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向CNN表示 俄羅斯已經輸掉了這場戰爭 俄羅斯目標是從地圖上消滅烏克蘭 消除他的獨立和主權 將他納入俄羅斯 那在很久以前就失敗了 布林肯承認烏克蘭收復師徒的任務 將會是一場非常艱難的戰鬥 並且預測這場戰爭還會持續幾個月 巧合的是 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 共和黨籍的美國前總統尼克松 在1994年寫給時任總統克林頓的 長達7頁的信中 預期普京等人會崛起 莫斯科和基輔之間的關係會惡化 而當年普京是在任聖彼得堡市第一副市長 他當時警告說 烏克蘭局勢非常動盪 鑒於烏克蘭的重要性 請求加強美國在基輔的敗交存在 中國民間的投資近年來持續萎縮 中共國家發改委官員24日承認 在今年以來 中國民間投資增長承受較大的壓力 並且面臨著需求不足影響信心 不敢投 不會投 不能投等多方面的問題 綜合大陸媒體的報導 24日上午 中共發改委召開了專題新聞發布會 介紹促進民間投資的相關情況 發改委固定資產投資司司長羅國三介紹 去年以來 民間投資增長面臨著較大的困難和下行壓力 2022年 民間投資增長0.9% 佔整體投資比重的54.2% 2023年上半年 民間投資增速和佔整體投資的比重都有所下降 發改委固定資產投資司副司長韓志峰承認 在今年以來 中國民間投資增長確實承受較大的壓力 他還承認 當前中國民間投資面臨著多方面的問題 包括投資信心 受需求不足等問題的影響 投資方向不明確 投資環境影響了一些企業和地方的積極性等問題 中共發改委24日通過官網發布《國家發展改革委》 關於進一步抓好 抓實 促進民間投資工作 努力調動民間投資積極性的通知 對持續增強民間投資意願和能力 提出了17條建議 韓志峰說 對於中國民間投資面臨的不敢投 不會投 不能投等問題 發改委公布了上述通知來應對 上週公布的官方數據顯示 今年前6個月 私人固定資產投資同比萎縮了0.2% 而國有實體投資增長了8.1% 凸顯了私營部門信心疲軟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前倫敦經濟與商業政策署署長 羅斯義6月13日的文章表示 目前中國民間投資增長極其緩慢 這已經成為了中國經濟面臨的主要議題之一 截至2023年的4月份 民間投資僅增長了0.4% 接近於零增長 許多地區對此的反應是 通過了相關的法律來強化對私有財產權的保護 然而 這個舉措並不是對這個問題的準確回應 香港國安警察再次採取行動 帶走了被懸賞百萬通緝的袁弓夷的長女 袁弥旺 兒子袁弥昌和他的妻子 袁弥昌的妻子榮海恩 是香港親政府的立法會議員 之前已經宣布與袁弓夷脫離關係 而且過去兩週時間裡 被通緝的8人當中 港警帶走問話的家屬至少增加到13人 這引起了民眾對港區國安法諸九族的恐慌 榮海恩24日下午在立法會見了記者 表示10多名的國安警察 早上帶法庭的搜查令到他的住所搜查 拿走了電腦和手機 還翻查文件 並先後把他的丈夫帶走 當被問到已經發了脫離關係聲明 仍被帶走的原因時 榮海恩相信因為他丈夫是袁弓夷的兒子 可能警方認為他能提供資料 又說警方調查時有他們的考量不宜評論 希望這次調查之後能證明他的清白 榮海恩還表示 整個調查過程大約2-3小時 相信丈夫還在協助調查 他表示國安警察主要是查詢涉案的詳情 和袁弓夷現在的住職等資料 因為已經沒有與對方的聯絡無法提供 他又說如果知道袁弓夷的行蹤 會毫不猶豫地揭露和舉報 他說已經多次提醒丈夫避嫌 並多次強調警方執法公平 公正 符合程序 還說已經把從他家中拿走的 兩部電腦和手機歸還了 另外 多家港媒引述消息表示 原迷惘清晨是從美國回到香港 在港島區被國安警察帶走 過去兩週裡被百萬懸賞通緝的8人當中 包括羅冠聰的父母及兄長 蒙兆達的胸嫂以及侄子 波榮坑的胸嫂以及父母 被港警帶走問話的家屬至少增至13人 沒有人被捕 如果計算其他相關被捕或幫助調查的人士 這個月內累積有21人 包括前香港眾志成員林朗雁和朱恩浩 被當局拘捕之後獲准保釋 情況引起了民間對港區國安法 諸九族的恐慌說法 瑞典的環保少女童貝里 在上個月的一場集會當中 違抗警察的命令 在24日遭到罰款 童貝里說自己是因為氣候危機才這麼做的 20歲的童貝里24日 在瑞典南部的馬爾默市出庭 並沒有回答記者的提問 根據法新社看到的犯罪指控記錄 童貝里參加一場妨礙交通的示威 並且拒絕服從警方的命令離開現場 童貝里在15歲時 因為在瑞典國會前 發起為氣候罷課的抗議活動 而成為世界的知名人物 童貝里在法庭上說 沒錯 我當天在現場 我收到命令 並沒有聽從 但我否認這項罪行 童貝里表示 他是因為氣候危機 迫不得已才採取行動 經過法庭審理之後 認定童貝里的罪名成立 判罰1500瑞典克朗 外加繳納1000克朗 給瑞典的犯罪受害者基金 環保團體奪回未來 上個月主辦集會 試圖封堵馬爾墨港的出入口 藉此抗議化石燃料的使用 激進的環保團體堵塞交通 以及無損事件名化的抗議行為 經常招致大多數民眾的不滿 人們批評說 堵塞交通的行為導致很多的中低收入者 和普通的工薪階層 被扣工資丟飯碗等等 甚至有人因為救護車被堵而耽誤了治療 這些行為就算是在氣候運動圈子內部 也存在爭論 是否需要採取反叛行為 來達到改變氣候政策的目的 因為這樣做 可能反倒會與目標背道而馳 據日本多家媒體的報導 日本經濟產業省23日 開始實施外匯及外國貿易法的修改省令 將尖端半導體製造設備等23種產品 列入出口管制對象 日本共同社報導表示 雖然沒有點名特定的國家及地區 但可以看出意在防止中共的軍事利用 尖端半導體相關產品對華出口的門檻變高 管制開始之後 除了美國、韓國和臺灣等42個友好國家和地區之外 其他國家都需要單獨獲得日本經濟產業項目的許可 對於製造商來說 新措施增加了向經濟產業省申請出口裝置的規格 交貨對象使用這些裝置生產的半導體用途等程序 但向42個國家和地區出口時 這個程序會被簡化 據瞭解23種產品包括半導體電路、精細加工 所需要的極紫外光刻相關的製造裝置 以及製造電路線寬在10-14納米以下的 邏輯半導體等所需的裝置 為了防止中共將先進的半導體軍事利用 美國從去年10月份宣布 對尖端的半導體技術和製造設備強化出口管制 日本與荷蘭在今年的1月份與美國達成協議 開始限制向中國出口先進製程的芯片製造設備 對於日本的管制措施 中共商務部的新聞發言人在5月份就曾表示 日本在所謂的破壞全球的半導體產業格局 這是對出口管制措施的所謂的濫用 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中國東北亞戰略研究院的首席專家達志剛 在接受中共官媒《環球時報》的訪問時說 日本的做法是所謂的損人不利己 日本的管制會給中國帶來一定的麻煩 但是日本自己也會面臨損失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半導體消費市場 這次管制將影響日本企業的投資 衝擊日本企業的創業熱情 但日本經濟產業省表示 並沒有採取禁止出口的措施 而是將對象限制在尖端半導體相關的領域 所以影響有限 以上就是這期的每日頭條了 如果您喜歡今天節目的話 請別忘記幫助我們點贊 訂閱還有轉發 也可以使用特別感謝功能來支持我們 感謝您的支持與收看 下次節目再見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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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